杀手站在白富美的身后 准备用丝巾勒死她 白富美还在接听无人发声的电话 浑然不知背后的危险 杀手眼疾手快将她勒倒 就要勒断气时 白富美却摸索到了一把剪刀 将她给反杀了 杀手中重重跌倒在地 被剪刀刺穿背部身亡 惊魂未定的白富美拿起了电话 却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丈夫的声音 丈夫叮嘱她不要动任何东西 白富美挂断电话后 走出门来到院子内透气 身上被杀手勒索的丝巾 也顺势落在了地上 随后她回到了家中 轻车熟路地在杀手的身上 摸到了她事先叮嘱杀手拿到的钥匙 然后放回了白富美的手提包内 这样才能洗掉自己雇佣杀手的嫌疑 接着丈夫才慢吞吞地打电话报警 白富美终于想起来要问她 丈夫显然被问猛了 胡乱搪塞了过去 哄她睡觉后的丈夫 立马着手伪造现场 准备一场完美栽赃计划 她先是把杀手勒白富美的丝巾 将一条丝袜打好截丢到了 靠近院子的门外 再将另一条丝袜放到了桌子垫板下面 这样做是为了嫁祸白富美 让侦探以为是她故意自残 以伪造正当防卫的理由 随后再将事先准备好的信封 装入了杀手的口袋里 信封证实白富美有外遇的证据 那个信封上面 留有杀手真实的指纹 这是为了栽赃杀手 她本想以信封来勒索白富美 却被恼羞成怒的她给杀死 早在丈夫发现手提包中藏有 白富美和小说家有私情通信时 她就心生一计 要不动声色地置白富美于死地 并拿到巨额遗产 因为她和白富美早就貌合神力 婚姻只剩下空壳 说干就干 丈夫把手提包还给了白富美 但匿名寄信给她 威胁她要寄钱给自己 才能拿回信封 然而收到了钱的她 并没有把信封还给白富美 而是在白富美与小说家外出看戏时 悄悄打电话给了想要雇佣的杀手 其实杀手就是她的校友 二人还拿起旧照片寒暄了一顿 因为杀手之前留有暗底 这样一来 如果事情败露了 也是很不错的嫁祸对象 最初丈夫吐露自己的心声 说明白富美有了外语 还故意不小心 把私通信封抖落在地上 让杀手自己捡起来查看 随后丈夫并不触碰她 用壳子接回了信封 接着表明自己希望杀手行凶 好让自己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但杀手起初并不愿意 虽然她能够得到1000英镑的报酬 但是这件事的风险实在太大 她只敢犯点小罪 不至于沾染这么大的案件 但丈夫威胁她 这并不是她能选的 现在她有了把柄 丈夫先是亮出了信封 上面已经印有杀手的指纹 而自己却没有碰到 其次 对杀手了如指掌的她 知道杀手是个软饭男 不仅花富婆的钱 还背着富婆搞外语 没有钱交房租就改名完失踪 种种劣迹数不胜数 且拿定杀手不会去报警 杀手一听 这下自己插翅难逃了 不如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说不定就能拿钱走人 于是丈夫开始掩饰作案计划 让杀手在一旁乖乖听着 作案的第一步 杀手必须要拿到房门的钥匙 丈夫和白富美各有一把钥匙 丈夫会在聚会前 将白富美的钥匙偷走 藏在门外的楼梯地毯下面 这处地方尤为关键 第二步 就是等待丈夫和小说家 去参加聚会后 晚上留下白富美一人在家中 等她睡着后 杀手也拿到了事先买好的钥匙 就可以躲在靠近院子的窗帘后了 之所以躲在窗帘后 是因为丈夫知道白富美有个习惯 她总是会舍近求远 在窗帘前面接听电话 这样才好拿着笔记录下通话内容 到了第三步 丈夫会在11点打电话过来 引导白富美来接听电话 只需要在这时候动手就好 最后 杀手还要吹个口哨作为完成的暗号 把行李胡乱散开 将通往院子的门打开 这样才好伪造出她打劫行凶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 要记得出门后把门锁上 将钥匙放回地毯下面 好让聚会后回家的丈夫 拿回钥匙塞回白富美的手提包中 这场完美犯罪的策划让她洋洋自得 一定没有人能识破她 但她却被狠狠打脸了 因为在好戏开始后 她没能准时在11点拨通电话 不仅是因为自己的手表突然坏了 而且等她匆匆赶到电话机前时 还有个老大哥在站着位置打电话 他只能比原计划推迟了很久后 才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但是杀手憨憨的 苦苦等着电话没响 还以为计划有变 就打开了房门 把拿到的钥匙放回了地毯 这也恰恰为之后侦探破案 埋下了伏笔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睡眼惺忪的白富美过来接电话 却迟迟没有声响 随后她被杀手用丝巾勒脖子 却完成了用剪刀反杀的正当防卫 随着侦探来到家中的小说家 一心想要为白富美洗清嫌疑 因为在侦探眼中 白富美为了赎回思通的信封 而杀掉以信封勒索她的杀手 这个推想已经被有力证实了 在白富美被送入监狱 判处了死刑后 小说家希望丈夫能够出面编故事 好姐就回白富美 谁能想到 小说家正是写推理小说的 她所预判的作案手段 几乎和丈夫想完成的完美犯罪 一模一样 还亲自给侦探演示了一遍 听得丈夫一愣一愣的 不过这只是小说家的猜想 白富美的嫌疑依然无法洗清 眼看丈夫并不愿意救她 而且临场发挥的谎话连篇 漏洞不可避免地被发现了 比如她本想打电话给老板 但是因为忘记了老板电话 就打回家来询问妻子 这个很快就能办理好的事情 却一直播了那么久 小说家已经猜到了几分 就是她想将白富美的遗产据为己有 小说家怒不可遏 她警告了自私自利的丈夫 不过侦探也不是好骗的 她也发现了丈夫没掩盖住的漏洞 那就是丈夫动用的巨额财产 虽然她已经很克制地隐瞒了 但还是被侦探发现了1000英镑的现金 就藏在她的箱子里 那正是她要用来雇佣杀手的报酬 但杀手意外领了盒饭 她在掩盖明显的罪行 就一直没有时间存银行 丈夫解释这些现金都是用来赛狗的 纯粹是为了娱乐消遣 但这样的理由不太站得住脚 因为钱实在是太多了 接着侦探有意无意地试探起她 先是故意把一把钥匙丢在了地上 问丈夫是不是她的 丈夫下意识地在大衣中找钥匙 并说明不是自己的 侦探又在门坝上试了试 假意说这并不是丈夫的钥匙 随后就将钥匙放入了贴身的西装中 但侦探和丈夫的大衣也极其相似 这就为之后调包钥匙试探丈夫 埋下了伏笔 就在她支开丈夫 让她去查看小说家是否离开时 侦探迅速地将他俩的大衣对掉了 这样一来 丈夫大衣内能够开门的钥匙 就落到了侦探手上 随后侦探假意离开 丈夫也听从了她的建议 离开了家 去银行中存大量现金 免除后患 谁能想到 侦探躲在楼梯上 小说家也藏在了附近 目睹了丈夫离开 侦探这就用大衣中的钥匙 打开了门 随后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原来这正是侦探买好的圈套 就等着丈夫上钩 于是同事带来了白富美 让她用手提包中的钥匙开门 但她非但打不开 还无计可施 只会按门里面 这下侦探解除了对她的怀疑 因为真正和杀手勾结的人 一定有计可施 侦探给他们掩饰了一遍 从那时起 钥匙就一直放在楼梯的地毯下面 所以从杀手的大衣中拿出的钥匙 是杀手自己的 这正是丈夫没有注意的细节 轮到丈夫回家了 她拿出了大衣中的钥匙 但是却怎么也打不开 就在她束手无策 打算离开时 却突然灵机一动 她想起来之前委托杀手的事 要把钥匙藏在楼梯的地毯下 于是她返回去摸索 果然找到了能开门的钥匙 但让她大吃一惊的是 房间内早就有好几个等着她的人了 白富美和小说家手牵手 侦探也盯着她看 她慌忙要开门出去 外面竟然还站着侦探的同事 她被围堵住了 同时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不得不说 丈夫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她有那么缜密的心思 可以想出完美犯罪 却跌倒在了不经意的细节上 不认识